而在冷天有很多人喜欢吃花雕鸡或者花雕锅 不过最近有民众在风追花雕 但是仔细看了这个雕字虽然同音但是是不一样的字 原来这花雕它是一种大型猛禽 在台湾属于稀有的东候鸟相当罕见 这几天在加义布袋现身也吸引很多人来场拍 有观察员根据羽毛的颜色判断 这一只被拍到的花雕还未成年 花雕鸡花雕料理酒很多人就爱这一位 尤其冬天花雕锅也很受欢迎 不过最近它的出现引起一阵骚动 花雕这个雕字同音不同字 一般花雕大多分布在北欧、欧洲、东南部 或是俄罗斯、中国等地 台湾较少见到 幼鸟身上有明显的白色花纹 整只看起来花花的因此而得名 花雕是一种大型猛禽 在台湾属于稀有东候鸟 也被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为亦为物种 近来在加义布袋现身 吸引大批鸟友抢拍 只有冬天才会来台湾 在台湾花雕数量应该算蛮少 但今年听说除了这一只之外 还有另外一只也在台湾到处跑 如果能够每年看到一只两只就很高兴了 民众还拍到花雕跟仓鹿在空中共舞 画面相当难得 而从他身上的花纹来看 有观察员判断 这一只花雕还是未成年 它的现在背上会很多 比较白色的那个纹路跟雨色 整天一个比较一个年轻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比较成熟的这些白色的羽毛 就会慢慢会被开换掉 就变得比较整色 跟鳞雕当然是污人机会相当的高 罕见的花雕 翼展最长有180公分 跟鳞雕差不多 不过身长会比鳞雕再短一点点 如何判断这两类的区别 可以看看它们的漆地 花雕以连接水源的森林草原为主 鳞雕则是偏好山区 近来在浅山环境也看得到 花雕鳞雕下次见到 看看是否能分辨出来 记者金山零星一台报道